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妈妈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这样两个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些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阿湘主动为她撑起了伞 美丽刚要拒绝 阿湘却调侃道 谁让我们深目有呢 听到这儿 美丽若有所思 竟诡异地笑了 隔天阿湘在工作的时候 美丽一找了过来 原来为了感谢她的帮助 美丽特意带了份礼物给阿湘 阿湘刚想拒绝 美丽却诡异地说着 谁让我们深目有呢 这让阿湘一阵烦麻 下班后 美丽又招上了门 她热情地邀请阿湘一起吃饭 在闲聊中 美丽说自己很寂寞 她一个人住在诺大的豪宅里 根本没人陪伴 美丽优越的条件 使阿湘心生羡慕 没想到隔天 美丽又招上阿美 约她晚上一起看戏 看着她身上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大衣 她不禁皱着皱眉 美丽不在意 送了她一条围巾 便拉着她出了门 看完戏后 阿湘将把票签给她 但美丽却说 别在意 谁让我们是木有呢 正让阿湘背后一梁 不仅如此 美丽又约她一起过周末 因为有安排 阿湘并婉拒了她 但是隔天 阿湘再次傻了眼 美丽居然阴魂不散地跟了过来 面对美丽的热情举动 阿湘不忍拒绝 在跑温泉时 看着阿湘与同事们亲密的模样 美丽心生怨恨 半晚 两人结伴回家 阿湘无意中说起 自己家的浴室很冷 正说的时候 一个骑车的小伙 直接撞上了两人 临走前 还不停地骂着脏话 美丽没说话 只是恶狠狠地看了她一眼 第二天 阿湘就发现 那连自行车被拆得七零八落 她疑惑地回到家 突然 发现家里的门开了 她小心翼地进去 原来 美丽知道她家冷后 便找了工人帮她安装暖气 她刚想发怒 美丽却笑眯眯地说着 谁让 咱们是木有呀 阿湘听后一阵发出 第二天 她便跟同事说起了这事 同事说 那个人肯定是神经病 还是少遇她往来 正说着 美丽又打来电话 同事一把枪走 狠狠地拒绝了美丽 隔天 阿湘根据地址 找到了美丽家 看着眼前老旧的公寓 她想起美丽说的豪宅 越发忐忑 令她更害怕的是 她从邻居的口中得知 美丽其实单身多年 根本没亲人 就连朋友都没有 她想起一魂不散的美丽 开始后怕 这时同事打来电话 同事告诉阿湘 和她要好的同事 经意外死亡 这让阿湘开始坚定 美丽肯定有问题 不一会儿 美丽打来电话 她激动的语气 再次证实了阿湘的猜想 她吓傻了 她想赶紧去灵园 解除目的合同 可是半路 却被美丽拦了下来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阿湘觉得美丽彻底疯了 她下的转身就跑 一路跑到了悬崖边 已经癫狂的美丽 直接拖着阿湘 跳入了悬崖 医院里 美丽停止了心跳 阿湘却侥幸幸存 昏迷中 阿湘梦见自己 去看望了死去的美丽 可她刚要离开 墓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强行把她拉入了墓里 画面一转 在病房里 阿美瞬间停止了心跳 两人最终还是成为了墓友 影片完 所以说呀 交友虚谨慎 而这个墓友呢 还是不要去触及才好 好了 小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墓友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